以后,不少投资者都想回顾,对冲下跌的方案效果如何。投资机构上月出楼的一份研究,比较了两大类做法。分别是买POOT对冲,或根细操作去减辞或对冲。作者有一不错的比喻,分别形容两者,买POOT就像买家居火险。根细操作侧像装置景中。 洒水系统。两者当然各有利弊。前者的好处是赔偿有保证。买入后基本上过程中不用再担心。外处自然是成本高。按年收费。如果嫌贵。条款可以商量。包什么不包什么。就像其权也有不同组合。过了某一水平不包的价差其权组合。成本自然比较低。 至于警钟。洒水系统。则需在悟名与动作太迟之间取得平衡。研究市场上较为人属之的根细方法后。大致有以下结论。较敏感的系统。在应对急剧变化的市况时。表现确实优于较慢的系统。但是有两点要留意。如出现长期下降趋势。 敏感系统未必有利。而且长线来说。敏感系统累计表现可能比较慢的系统更差。因不明带来的成本太大。那么为系统加上一堆条件。减少出入有否帮助。报告指实际上都是速度与不明的等价交换。 没有绝对优胜的良方。回顾不同方法。在这次跌浪中。能避过的幅度不一。如指以单一方法,设定单一敏感度。结果是好是坏。非常取决于运气。报告建议可从三个方向分散投资。 降低运气的影响。第一是分散于不同的根细方法与敏感度。理由不言自明。另外两个方向。一是不设定单一日子,例如周五。月底,作趋势判断及交易。 改为分散于多日。减低单日走势的影响。或者分散实际交易的时间。不要于开市,收市一次过交易。 而是摊长于整日内分批执行。以免某日大幅波动时。于极端价格一举成交。